日清冬冰位 無論在日本還是香港 都深受歡迎 鮮甜的醬油湯底和烏冬 以及吸收湯的炸腐皮 令人心靈上都得到滿足 而近日,日本網絡上 就流行一種新的煮法 日本的網民更讚口不絕 這個方法就是 利用熱水和微波爐加熱 先將麵餅和腐皮拿出來 放入微波爐用的容器 加入410毫升的熱水 放入微波爐 以500-600鍋加熱3分鐘 最後加入濕味粉拌勻 就可以吃 用微波爐煮的麵條 會比用滾水錄的更通透 吃起來更滑 而且更煙嫩彈牙 官方建議滾水錄面時間是5分鐘 而利用微波爐加熱的話 只需3分鐘 這個新方法,又快又好吃 凍冰位的粉絲,一定要試試